才靜在運動 十年母一見 雙刃未成事 今日把勢君 誰有不平事 大家好 我叫小賀 鍾黎榮 歡迎收看最帥的 化榮 眼睛 今天是週末 先祝大家週末愉快 明天是2016年重大的日子 禮拜六 我只能說選賢與能 現在基本上大家會關心選舉後面的行情 如果這個上的話 當然法輪當中也有很多的評估報告 這個上的話 兩岸政策可能會怎麼樣 影響到經濟的狀況可能會怎麼樣 如果另外一個上的話 可能會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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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一連串的一個策略上的一個沙盤推演 當然我也有 那我不跟大家預設說 誰會上 因為不管誰會上 股價最重要等於EPS 國際之間的變化 包括地緣政治 包括國際的一些金屬原物料的變化 包括匯率上面的變動的走勢 有些時候不是單一政府可以去決定的 所以有些時候 你們現在看到的東西 我等一下會解給你聽 因為我相信這個東西才是後面整個大趨勢 在發生的過程當中最重要的 這一波 行情是這樣跌的 如果沒有躲開 假設我沒有帶你們躲開 那實在沒有資格跟你講說 這邊的行情會上去啊 當時我是這樣告訴大家 說這邊要留現金 等它破跌的時候才開始買 當時低點是7,980點 現在低點最低點已經來到7662了 其實今天的行情出現一個重大的變化 我等一下要講給你們聽啊 跟選舉沒有直接必然的關係 所以當時要掉下來的時候 我跟你說 生計鏡頭將之夢別做太大 我知道你們大家都對生計的期待是什麼 是如果蔡主席上的話 生計會怎樣嘛對不對 不是只有你 很多的外資評估報告也會這樣子 如果蔡主席上的話 那麼房地產 因為他的住宅政策的關係 所以供需會持續失衡 那房地產可能會看不好 但是生計的部分可能會大力的扶持 至少有些法人的機構 評估的報告是這樣 不是那麼單純啊同學 他是不是多頭 是 但是買錯一樣斷頭 不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當時的號頂在750塊 背離乃圍操盤手之最大警訊 如果我們是做多的話 打下來一樣背離乃圍操盤手之最大警訊 所以我跟你講說這邊要賣掉 這邊不能去殺啊 這是當時收盤價位在570塊錢的號頂 今天617塊錢 這次叫做中域 我等一下講這個東西 因為我要驗證8.2法則這件事情 這時候指標背離的時候是300塊 我也告訴說不能買 不能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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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打到跌停板 不要殺 不是價位上的問題 對不起 是技術型態的問題 是技術面的問題 背離一樣是操盤手之最大警訊啊 掉下來這一天是打到快跌停板 到今天的中域 這時候是多少錢 227 252 有發現什麼差別嗎 趕快弄取中域啊 趕快弄取好頂啊 不同的時間點做不同的動作 同樣的股票結果會不同 好學 當中域漲上來的時候 大家會開始分析中域 因為中域的前身叫做宇昌啊 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也會覺得說 嗯 他會去壓寶 今天會去買中域的人 多數的想法先照這邊 多數的想法是什麼 多數的想法是 如果誰上的話 他會怎樣 他禮拜一會開高嘛 然後我就有價差可以賺嘛 對不對 我在這一天告訴你說 背離乃為操盤手之最大警訊 中域不要買 到這邊跌停板 我用同樣的道理要說不要賣 可是漲上去的時候 我跟你說這邊也不是深圳的起漲 這邊是多一個小區間 那麼今天大家的想法是 80%的人的想法是我買中域 如果蔡主席當選的話 我有價差可以賺 所以我直接告訴你 如果都如同你們的想法是這個樣子的話 蔡主席上 禮拜一的終於只有兩種走法 開低走低跟開高走低沒了 八二法則 我們後面再來相反驗證 趕快的倒立 現在百分之百十的人 認為這個行情都看壞看壞看不好 因為什麼因為新台幣的貶值 因為貨幣戰爭的關係 因為這個油價一直跌 所以造成是有很多能源公司的 國際當中有很多能源公司的 一個公司在變成垃圾債券 然後引發了所謂的金融股的憂慮 今天金融股跌最多 跌1.99個百分之 又是TRF嘛 我等一下講給你聽 凡事兩兩相對 所以這整波我告訴你說 放空會被尬 留高線經生計鏡頭 然後從這個地方徹底啟動 包括這個假黑線 包括這段時間的蘋果降價 非利多的台積電 我都告訴你142 我是告訴你142塊的台積電危險 今天有利多 最高點也不過來到138塊錢 這是台積電 然後就這樣子一個 一上一下之間 咱們都驗證了 咱們都清楚的交代 講清楚之後 來到這個地方 我告訴你說 個股是空頭的結束 多頭的開始 因為技術面已經看出這個東西了 補庫存的行情 補庫存的效應 所以你們後面會看到 股價的末端最終 都要等於EPS 都要等於EPS 都要反映它的基本面 所以我昨天 行情在破底的過程當中 我告訴你三個字 在這條線下面用力買 用力買 這個位置我不能講 但是我在我的傳承稿 有清楚交代我的會員 要做什麼事情 今天行情是這個樣子的啦 今天行情是這個樣子的啦 低點沒破 高點沒過 對不對 好 注意一件事情 這是今天的金融股 破低點 高點沒過 今天是沙盤的元凶嘛 對不對 這是電子股 同學 你有看出端倪嗎 昨天大盤在下跌的時候 留下影線 電子股 它是留下影線 但是帶紅K 今天的加權股價指數 是低點沒破 但是沒過高點 可是電子股的部分呢 低點沒破 過了這個高點 所以就這三天的角度而言 電子股是相對比較強的 那這件事情 在台灣50的部分 也看得出來啊 所以我可以大膽的告訴你 選舉之後要漲 不是漲生計 就算是蔡主席當選也是一樣 要漲的是電子股 有補庫存的行情 看見別人看不到的 嘗試別人不敢做的 而這個別人不是誰 就是多數的人 現在多數的人看不到什麼 看不到補庫存的效應 到底有多大 可是一點一滴的 在個別的公司裡面 它發生了 那後面就有報告了 你敢知道 但是你這之前 你沒有先規劃好 後面再漲上來的時候 再在人營益營 然後才趕快要急急忙忙去買股票 然後買一拖拉股的股票 那是賺不到錢的 那真的賺不到錢了 所以要改變了 大家叫做這波波下來 我沒有帶你閃過 人過 跳過 你不要聽我的 但是你都知道 我們閃過之後 我們是哪裡跟你說要買股票的 我們買股票你自己看 我們真正看嘛 對不對 營收很爛沒有錯 真的都很爛 你看得到我也看得到 報紙上也都知道嘛 可是呢 它卻出現了一個反轉訊號 它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標準的例子啊 今天盤中再創新高28.3元 理論上來講 1月5號去買金電的人應該要輸錢 因為1月5號的價錢股價指數在這邊 一直跌一直跌 可是呢金電怎樣 它慢慢的電上來了 為什麼一定有一股力量嘛 是不是 反應基本面 這是最扎實的 因為這不是翔龍十八潮你知道嗎 個股會領先大盤見低點 先往上走 所以一個優秀的操盤手 應該要知道什麼時候多頭結束 而空頭開始 那相對的就懂得 多頭的股票結束之後 要轉空頭的時候能夠避開 而不是把多頭的股票做做做 變成空頭然後跑去躲起來 或者是一路都死阿活阿 反正一年325天都空空空 我一天空到對我為止 買買買買到對我為止 反正怎樣 每一個會員都是郭台銘跟王雪鴻 只要躺下的 不是 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我說過股票不用多 三幾就好 你不要說我手底的股票啦 你看我台面上 我節目當中在說的股票 就很少的 不是 所以相對如果有人 每天都告訴你一缸子的股票 一缸子的股票 一缸子的股票 表示什麼 表示你真的 進去只能亂槍打鳥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能五折四折三折 打到手骨折 那你也不用埋怨 為什麼 因為就是這麼多啊 就是這麼多啊 不是嗎 精挑細選啊 不管是價位的設計 不管是個股的挑選 不管是波段的規劃 驚奇進行內心想三步嘛 即使是經電衝高的過程當中 我看好我也跟孫雯說 拉回來再買嘛 不是嗎 25.85啊 然後說震盪進貨 乖乖過高 27.2 你們後面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等一下我再慢慢的再講 這是農曆年後補庫存的行情 所以現在還在震盪進貨的階段 震盪進貨的階段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奇怪 怎麼都是跌不下來 最後薩尾盤 那強勢股薩尾盤 通常這個行情不會有太多的地點 另外一支股票叫做聯發科 等一下我會用聯發科的角度 來跟大家談 因為這一波的聯發科 會是指標股 聯發科會攸關於7700點 會不會跌破 那如果聯發科沒有在往下的空間 基本上加圈股價指數 它的空間就相對有限 那相對來講 聯發科這邊的機會 我講的波段 向上的機會就非常的大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再講 頭痛 請用玉芬珠 吹氣疼 請用氣疼 玉芬珠 玉芬珠 不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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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吹小賀 退休規劃 藉書拍攝絕版出清 重刀教材DVD 兩萬五起 不再版 不再刷 賦錢力 空前絕後 增強絕想 把握最後機會 02 2781 0909 2781 0909 運搭頭顧 鍾老師 寫真實的行情 說真實的績笑 才叫叫小賀 十股三檔內 進出紀律化 奉手取線密碼 順天而行 才叫叫小賀 操作要求效率 要買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買 這就叫叫小賀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增強絕想把握最後的機會 把握最後的機會 02 2781 0909 2781 0909 2781 0909 選擇你的網絡 額排氣密窗 賴斯堡是最認真 最專業 最了解 國際趨勢的立法委員 賴斯堡委員在台北市 清澳 花博或任何需要協助時 總是義不容辭 全力相挺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這是我們立法院 很重要的資產 最優質的立委 現在我知道 看壞的人 都跟你說基本面真的壞 包括進出口的訂單 真的都在衰退 然後現在還被貶值 可是貶值的相對 會帶動什麼 帶動出口的衰退的幅度收斂 所以勝極 好到一個不行 所以疫經才說 從1到9的過程當中 9叫做勝極 就要小心了 因為會額衰 9再上去就是0 疫經當中沒有10 那匹極就是太來 已經來到了底部的時候 低點的時候 他下不去的時候 他自然就要上來 景氣循環的cycle也是一樣 如果現在的景氣很好 非常好 好到一個不行 你去那個信義計畫區的百貨公司 這都是人擠人 人擠人 大家都是搶著買東西 想問 加權股價指數會在7700點嗎 不可能嗎 會在10年限嗎 不可能 那每每在10年限的時候 你都知道基本面 絕對是不會是好的 但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是轉好的時候嗎 同學你看這個 這是我介紹我給人買的股票 我電視上跟你說的股票 你看看他的毛利 從15 11到9 當到了負的5.18 這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嗎 做一顆了一顆 多做多賠 那如果是多做多賠的情況下 那相對的有人也是多做多賠 包括三安光電的部分 那這當中當然有一些因素造成是 賠錢的生意居然有人搶著做嘛 因為中國大陸政府的補助啊 不是這個樣子嗎 可是你知道嗎 三安光電 他後面最後 最後一波定了50台的 NOVCD的機台 他只拿了三台 他只拿了三台 那意思是什麼 後面三安光電的價格也不會 也不會繼續盪下去了 他會拉上來 所以晶電最壞的狀況已經過去了 否則這個出來的時候 理論上來講 晶電的這一波低點是在 是在20塊啊 加捲股價指數掉下來的時候 他應該要破底啊 但是他沒有破底 他領先見低點 所以同時指標就會出現背離 你再看這個東西 拉近一點 2016年產業景氣業者認為 由於中國低價傾銷晶片 目前市場價格已在現金成本之下 換句話說 大家都在撩錢啊 撩錢不會勝過啦 今年價格再下 Wi-Fi 大家搶著中 搶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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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三顆100元嘛 開始有人就不中了 不中了 不中了 對不對 然後呢 LED廠尋求新的藍海 那這東西是台廠的集圍 叫做CSP的晶片級封裝 是下一波的主流 而且導入了電視背光 都會採用的CSP的製程 所以晶片的部分已經取得韓國電視廠的訂單 這是大陸目前暫時拿不到的 所以新世紀光電也強調 年度毛利低點已過了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我最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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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總共就是這樣 最壞的狀況就是這樣 匹集而泰來 所以為什麼股價跌不下來 跌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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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嘛 LED業者表示目前下游客戶沒有人在備料 所以庫存很低嘛 這個我不是第一次在講 所以我進場就跟你說過 我給你拔保陣 補著一定的坑嘛 不是嗎 所以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庫存嘛 幾乎沒有庫存嘛 因為經濟壞的關係嘛 所以一旦供應鏈反轉 什麼叫做供應鏈反轉 就是那個供給減少 它就會爆出需求 這就是補庫存嘛 那這個時間點會發生在什麼時候 農曆年之後啊 所以你要過完年之後再買股票 還是過年之前先買好 太囤了好 今天真正要先太多了 所以我經常說 高票是有八日啦 聖吉兒帥匹吉太來 曰春夏曰秋冬 此事時運不窮嘛 春夏秋冬嘛 春末完之後就是夏至嘛 不是嗎 秋末完之後就是冬至啊 就是這樣的運行 深深不息的不斷的循環嘛 所以成敗相對或伏相依嘛 或依伏所伏嘛 伏息或所依嘛 所以像這樣的股票 你看到的是這樣子的衰退 這樣子的虧損 但是我看到的是這樣的機會啊 但是沒有人願意談啊 對不對 大家都想減現成的 那股票漲定板再來分析就好了 這樣不叫做操盤手 這樣子你來幹就好了 看圖說故事就好了 同學我來看這支股票 這也是像PARTY的聯發科 我跟你講說它是短線上的臂理 它是中線上的臂理 它是長線上的馬一點 十年線 來到十年線這邊 這一根是一個月喔 所以你買了以後 你會等一個月兩個月 哇波段 千萬不要說你放一兩個月啦 放兩天 他就在天啊 那不是 所以當然這個地方不是 不是直接去買的位置啊 不是直接買的時機啊 但是相對來講它就不是賣點嘛 簡單來說如果你之前沒有聽聞 你套到聯發科你這邊不用去殺啦 不用去抬 後面自然就會有好消息 現在不會有好消息給你看 那為什麼我跟你說 聯發科它是指標 聯發科的周線的位置 相對來說 你要還原全值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它已經回到這個價格 價格位置 這個價格位置呢 相對於就是 加權股價指數 7100點的位置 就是加權股價指數 7100點的位置 換句說 你買聯發科 現在相較於指數來講 你是先便宜600點 如果7100點的位置 的股票它都繼續往下跌 那相對的加權股價指數 當然就會往下去修正喔 可是如果不會咧 或者是機率很低呢 那相對來講 上去的機會就大了 所以為什麼 我再跟你談這個東西 那你覺得 我會站在哪一邊 我會站在技術分析的這一邊 背離永遠是 操盤手指最大的警訊 包括晶片 包括友達都是如此 我後面時間點拉長之後 再來相片驗證就好了 你看這 真的看壞嗎 4G的晶片需求增加 這也是今天的補座 我就說過這補座會看嘛 聯發科搶料跟高通 拚了 為什麼 因為4G手機需求 人將帶動功率放大器 PA跟表面濾波器 還有RF元件的需求 所以他們開始強調 所以為什麼要先從大的股票 開始分析 你才知道小的股票所謂何來啊 對不對 那他們強調的對象是誰啊 他們強調的對象是誰 台家說啊 這跟選舉有關係嗎 選舉啊 為什麼今天放這麼大的成交量 然後成交量量大的高點不是最高點嗎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先從大的股票開始分析 你才知道標股在哪邊去 在哪邊找嘛 不是嗎 為行業立下標竿 之所以可以從07年開始 連續8年對會員做技術分析 面對面的教學 然後擁有這些的教材 這不是一朝一夕寫出來的 這分好幾年 先有超版高手 先有金色理論 然後一版二版三版四版 一直到八週年的黃金紀念版 然後再到技術因果證明書 配上Shot Time光碟 這已經沒有了 然後到2015年的技術班 技術班 最後一場的技術班的教學 這個技術班當中的光碟 是配合字幕的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 花這麼多的心思去做這些東西 因為進步源自於想變得更好的念頭啊 就像你一樣啊 很多的投資人也是一樣 我尋尋秘密在台北國外市場裡面 尋尋秘密這麼多年 每天都是在求神問譜問名牌 看四港碟兩個字 拆土拆拆看 不然就找優惠找宋惠奇 大家都想要變得更好啊 源自於那個變得更好的動力 可是有些時候都本末導致了啊 那不是 第一季的試試看 武則要嘲笑試試看 那不是 不是這樣 變成是這個樣子啊 我情願你不要參加 我情願你看清楚真的有三顆星之後 毅然決然在撥通電話 我也不要 你打電話進來 問第一次真的沒有優惠嗎 第二次真的沒打折嗎 第三次真的沒有什麼優惠活動嗎 我就真的沒有了 但是 很多人是這樣子 我就不相信你真的是不二價啊 因為很多人也說他不二價實際上沒有啊 對不對 打第一次來問 打第二次來問 打第三次來問 就是這個樣子啊 如果連不二價這件事情都要騙人 都要欺騙 那你參加之後 有什麼 有什麼花招 亂七八招的 你自己也要有心理準備 不是這個樣子嗎 不會輕易許下承諾 但是一旦許下承諾 就會用生命來捍衛這個承諾 你才出手 出手之後安排退場機制 才能追求長期穩健的正報酬 所以什麼時間點 股票 要做什麼動作 不是看報紙 是看技術分析 是看籌碼的流向 不要相信敵人說的話 因為當一支股票的買點到的時候 王雪鴻是不會打電話告訴你的 最近跌不下來 為什麼 當然後面自然而然就有利多 老生常談三顆星 你真的有三顆星 拜託大家 最近電話很多 但是大家都沒有三顆星 就正在腳下 我就沒有優惠 你有著要去找別人 有決心 有信心 有信心的人 電話撥通 就對了 但是榮成 非將在 不叫胡馬 杜英山 閃會真之聲 化榮點金 感謝你收看 歡迎加入 電話撥通 財運 橫桶再會 掰掰 評估品質部 投資風險 總統支持朱立倫 立委 立挺 羅明財 昨日小赫 退休規劃 藉助分析絕版出清 成刀教材DVD 兩萬五起 不再版 不再刷 十五千里 空前絕後 增強絕響 把握最後機會 02 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拿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磕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 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拿頭顧 02 27810909 02 27810909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1227810909 點燈 於是 市場 評論 stakeholder 感谢观看